刀伤发生冲突案件 警方第一时间火速抵达现场 只见其中一迷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情绪却很激动 不停大声咆哮 路过民众见状 赶紧上前制止 没想到却反遭最难一把推开 就怕冲突一发不可收拾 远警立刻上前将人压制 没想到这个举动却引来男子不满 控诉警方执法过当 不只右眼明显泛红 眼角膜破裂 全身还有多处擦错伤 原来去年三月 黄姓男子因为喝醉 在新北市三重一线操伤前 与人发生冲突 等到远警到场 对方却立刻表明 自己是某议员助理 男子指控警方似乎因此有所偏袒 先是朝他狂喷辣椒水 又把他压制在地 过程中 红姓女警甚至还硬拗他的手指 害得他肌腱当场断裂 本分局远警处理黄明案件 并未有黄明所成 执法过当等指摘事项 对此三重分局 紧急召开记者会强调 是对方动手在先 才会对他进行压制 后续也以报警地检署介入调查 除了要让男子知道 公权力不容挑战 更要还给执行远警 一个公道 三线人顾原送来信 新北采访报导